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农业气象 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 虽然说摩羯台风 它接下来其实是进入南海 在逐渐的远离台湾 对台湾来说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提醒您 它的外围环流 还是会为东半部地区带来一些风雨 特别是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震雨 那么另外在中南部地区 中午过后也比较容易出现一些 局部的午后雷震雨 所以提醒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 还是要多加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 最近会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 那么其他地方则是维持非常稳定高温 而且炎热的天气形态 也提醒大家从训练税活动 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 好那么今天农业小叮咛 则是要提醒大家留意水稻的白叶枯柄了 这个白叶枯柄其实是耗发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 会经由伤口或叶片的自然开口而进行感染 那么会造成水稻叶源波浪的调斑现象 那么近期在屏东其实也有发现 白叶枯柄的情况发生 再加上目前摩前台风它的外围环流会为我们屏东地区带来比较强的震风 所以要特别留意注意白叶枯柄的情形 那么另外它也会因为人微传播而造成成条的带状发病的现象 那么再加上现在又逐渐走到了白鹿节气了 沉入了如果还没有干之前提醒大家要避免进入稻田 以减少人为传播病菌的机会了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天气可以看到 就摩羯台风进入南海之后持续朝西前进 目前来看对台湾来说其实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而且接下来是逐渐的在远离台湾当中 不过它的外围环流还是会让我们台湾附近的大环境风潮 是吹起偏东风 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短暂陣雨 可以看到接下来这几天在东半部地区都容易会有一些迎风面的短暂陣雨 那么另外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在山区中午过后 也容易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陣雨 所以接下来这几天主要降雨的就是这些地方了 刚刚提到的东半部地区迎风面降雨 以及山区还有在中南部地区的午后陣雨 也提醒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要稍加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 那么接下来关心一下台湾近海的风力跟浪况 礼拜四台湾沿海地区平均风是来到4到6级 阵风6到8级 浪况小浪到中浪的等级 离岛地区同样的也是平均风是来到4到6级 阵风6到8级 浪况也是来到小浪到中浪的等级 那么在潮汐的部分 礼拜四东半部地区都是适逢大潮 那么在新竹县的竹北市台中市的武器区 还有在屏东县的横春镇 则是来到中潮 金楼市的中山区台南市的将军区来到小潮 那么在离岛地区则是在台东县的蓝宇湘来到大潮 其他地方来到中潮 再提醒大家留意我们画面上面的满潮时间了 最后关心一下温度的变化 最近相信在北台湾的观众朋友们都觉得天气真的还是非常的热 甚至有比前阵子还要再热的情况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偏东风 会在我们北台湾造成一个下沉增温的现象 导致可以看到接下来这几天 北部的高温都还是有机会来到36度 甚至是36度以上的高温 那么在中部跟南部地区 其实没有下雨的时候也是相当闷热的 高温都是来到33度到34度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近期虽然说进入9月了 天气状况还是比较闷热一些 大家从事农事活动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热伤害了 那么以上就是9月4号的农业气象 我们下次再见